酷的娱乐圈由戴王妃的帽子晒自拍 秀恩爱破分手传闻的谢霆锋打卡上线 关键词碧莹名誉权案胜诉 最近一份关于碧莹的名誉权判决书曝光 起因是碧莹被一位网友造谣与张丹峰之间的关系 肆意在网络上传播此谣言 事后碧莹意识状告该网友 向法院提出赔偿诉求 共计索赔17.8万元 这其中包含2万元律师费 然而最终这起案件法院承认碧莹胜诉 但最终碧莹只得到了包含律师费在内的18000元 Oh my god 这也差得太多了吧 不过不管怎样也算是有了一个澄清的结果 毕竟被议论了那么久 至于张丹峰这边 在前不久爆出离婚传闻之后 日前张丹峰红星全家又被偶遇聚餐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 只能说传闻都不是很靠谱 大家都慢慢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了 那些猜测也会平息了 关键词 谢霆锋力破分手传闻 最近谢霆锋和王妃分手的传闻 是一浪高过一浪 昨天争主谢霆锋终于下场 力破分手复婚传闻 原来谢霆锋在微博中分享了两张照片 并配上了非常文艺的文案写道 寒冬里感应摄影棚里的能量中 照片中的谢霆锋伸出手去感应摄影棚内的能量 虽说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显得有些臃肿 但表现力依旧让人叹服 照片里除了帅之外 最大的亮点其实是他头上戴的那一顶帽子 有粉丝发现这顶帽子其实是王妃的帽子 而且他还曾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中分享过这顶帽子 还不忘撒把狗粮 圈哥掐指一算 谢霆锋在这个时间突然分享自己戴着这顶帽子的照片 难道是也被分手传闻困扰 这么秀莫非是在宣誓爱的主权 真是超级霸道了呢 关键词 依能静回应儿子女装争议 为了孩子的成长 每个妈都操碎了些 如果成年儿子总爱穿女装 亲妈八成会暴走 不过依能静倒是相当屁散的辣物 在节目中公开回应儿子女装争议 表示尊重别人做自己是非常珍贵的 这样的育儿观可真让人respi 能够顶着风言风语去支持儿子 境界不愧是经常把妈妈身份挂嘴边的人了 不少网友狂Q自家老妈来学习 毕竟这一年头能真心尊重孩子意愿家长太少了吧 关键词 阿娇前夫夜会三女 这头阿娇不会再嫁心灰意冷 那头赖红国却现身夜店玩得正嗨 赖红国不是委屈娃娃说自己不被爱没桃花吗 这会儿被三个美女包围 应该不缺爱和桃花了吧 按理说他和阿娇都瞧归瞧录归录了 但不少网友还是一难评 总觉得赖红国玩咔一枚伤了女神心 不然阿娇哪能做出不婚的决定 anyway赖红国的人品姑且先放一边吧 吉美们还是希望阿娇遇见真心人 毕竟他也太不容约呀 关键词 丁真火出圈 小火看人大火看命 丁真出门买个方便面就能火出圈 可不就是例子吗 而且人家热度持久 火遍全球 最近国际瓜友都开始铁平了 神奇的是丁真的眼打破中西壁垒 连非洲姑娘看了都想嫁 如果说这种求爱视频有点蹭热度的意思 那中小学考试用丁真做势力 才是真的助他火遍下一代 淳朴的面容 俺的积极助力家乡扶贫 这样的丁真 有言又有责任心 火出圈真的没毛病 关键词 韩另一性侵犯将出狱 昨日据韩国媒体报道 罪犯金根植因在2006年5月24日 到当年9月11日之间 连续对11位未成年女学生 进行性侵被判15年 将在2021年9月刑满出狱 让韩国民众恐惧不已 说起金根植 其残暴比起溯源案的赵斗顺 那是有过之无不及 其所侵害的受害者 年龄都在9岁到17岁之间 短短4个月就对11个小女孩 痛下狠手 完全挑战了大家的底线 将韩国人民激怒在失控边缘 而让人感到后怕的是 金根植在犯下罪行之前 已经有了19次前科 并且在2000年 金根植就已经因为性侵未成年 而被判有期徒刑5年 谁知道刚出来没多久 再次犯事 让网友更加抓狂的是 距离金根植出狱的时间 已经不到一年 预计在2021年9月刑满出狱 回想过去他的恶魔行径 以及丝毫没有悔意的态度 不禁让人感到担忧不已 韩国民众如今为此恐惧 生怕再有电影溯源中 一样的惨剧发生 纷纷呼吁政府对这类罪犯 严加看管 希望悲剧不再重演 关键词 范冰冰转战时尚界 眼看娱乐圈付出困难重重 范冰冰却没有停下复工的脚步 这两天她就在忙活拍硬照 不过一口一个炸薯条是怎么回事 身材管理是放弃了吗 这可不行啊 即便不能再做顶级女明星 凭着她的颜值身材 到时尚圈还是能吻压不少人的 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最近就到时尚品牌店寻厂 身边还带有专人解说 看阵势貌似是在选品呢 按照范冰冰美妆带货的战绩 要顺势转战时尚圈 说不定还真能闯出一片天 到时候从时尚界 反攻娱乐圈 倒也是个思路呀 关键词图鸿刚儿子靠网贷度日 昨日有网友爆料称 图鸿刚对待亲生儿女和妓子 简直是天壤之别 亲儿子创业不顾 在某网贷APP上贷款 二十万日子不好过 而且从大V爆出的聊天记录来看 图瑞宝大概是早已经习惯了 网贷度日 言语间很平和没有丝毫怨愿 再看看亲闺女 图鸿刚也是极其吝啬 女儿成年后想学车 图鸿刚竟然多番阻拦 生怕女儿有驾驶证后 要求自己买车 哎嘛都说女儿是小棉袄 姐莫斤斤计较 也是有点粗乎意料 不过图鸿刚对戒子 确实相当的大方 不仅将其视如己出 甚至有求必应 从戒子出国留学 和多辆百万豪车 完全将其当作富二代在养 哎呦图鸿刚这波神操作 圈哥也是没看懂 在线等好心的网友来解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从来不停歇